不过五年时间,流量就从娱乐圈热词成为了偏负面的代质。 从春晚去流量化开始,近些年新晋流量们的大众认可度似乎越来越低,但是不可否认不管外界如何看待流量,他们依旧处于圈中金字塔上层,所获得的关注度和讨论远高于同档明星。 譬如最近众星驰援甘肃灾区仪式,近百位明星名人参与捐款捐物,流量们就会被专门挑出来整理盘点,同样是捐款50万,流量就会比其他明星获得更多夸赞。 可能有人觉得这样对非流量明星很不公平,但换个角度看,流量们往往也要面对更严苛的道德标准,遭到更多审视,从始至终流量都是一把双刃剑。 而这份超话前30捐款名单,恰好体现了2023年一整个流量格局,特别是结合近年圈内变化看,可以得出一个很有趣的观点,其实娱乐圈流量一样少资历,首先需要做到的就是挺得比同期更久。 回顾近年娱乐圈流量节期是,最为重要的两个时间节点就是2016年和2018年,从2016年的初代四大流量和归国四子到2018年的单改,古偶和选秀三大爆,如今2023年了。 在其中拼杀出来的流量们还占据着榜单半壁江山,这么多年还能维持高人气不翻车,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 顶流肖战坚挺五年,老牌流量逐步飞升同样是2018年因为一部剧成为流量,五年过去了,肖战还是顶流。 稳定输出作品依旧是商务踏爆高奢宠儿,最大黑点是粉丝太多。